大路口等紅綠燈下一秒 車內發出驚呼 放大再看一次 小客車轉彎 但直行的機車騎士 撞車騰空飛起 在重摔倒地 你有沒有看到飛起來 對啊 駕駛在車邊查看 騎士則坐在地上 腿部骨折無法動彈 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車輛破損 騎士身旁放著一個保溫袋 原來他是一名送餐員 哇 那直接車子是毀了 當時小客車從蹲跨南路 內線往左轉 外送員則是要執行 雙方當場發生碰撞 近期外送餐點風潮興起 送餐員也有風險 全程都要使用這個駕駛店 拿取餐點再用機車外送到你家 送餐員認真接案收入很可觀 包括午晚餐 尖峰時段 只要完成限定燙數 就會發獎金 但插上一趟就領不動 因此人人都在趕時間 餐點可能要等個五分 十分 然後到客人端 客人可能也沒辦法 立刻領取餐點 主要就是車程時間 對啊 我們雖然主要是以 鑽小巷 鑽小巷來做 可是畢竟你騎快 本身就是一個風險 全身重傷躺在床上 他是外送員蘇先生 7月底他騎送餐車上路 和汽車發生嚴重車禍 兩週之後才脫離險境 但大部分的送餐平台都沒有保險 這根本完全沒有保障 我們這個叫所謂的承攬制合約 絕大多數平台都沒有為 外送員承保意外事件 爭取訂單業績決定獎金 送餐員奔馳在外卻是低保障 可別為了爭取時間 橫衝直撞 沒賺到錢 反倒賠了自己 記者林旬豐 王映竹 台北採訪報導